北京时间12月30日 今天是詹姆斯37岁的生日 在这里我们先詹姆斯生日快乐 不过较为可惜的是 今天胡人并没有在灰熊主场拿下胜利 但是詹姆斯的个人发挥可以说已经非常极致了 在今天的比赛中 他上场38分钟 全场25投13中 坦下了37分13篮板7助攻的数据 在防守端 他还有两个抢断和2G盖茂入账 值得一提的是 这已经是詹姆斯连续6场得分上30分了 对于童年名段的球员来说 詹姆斯这样的表现绝对是现象级的 尽管詹姆斯的个人数据相当炸裂 但是球队近6场比赛只赢下了其中一场 这让很多球迷为詹姆斯感到惋惜 在此前胡人的助教就在采访中向詹姆斯道歉 他称他们目前的状态是在浪费詹姆斯的剩余生涯 众所周知 詹姆斯虽然已经37岁了 但很显然他仍然在追逐个人的第五座总冠军奖杯 而胡人本赛季的状态大家有目共睹 他们目前仅以17胜19负的战绩排在西部第八的位置 对于一支拥有4名75大巨星的超级球队来说 自然是无法接受这种成绩的 赛季至今 很多球迷对于胡人的这两名球员实在是非常失望 他们呼吁胡人最好赶紧交易他们 不然这个赛季就别说什么争惯了 能竞技后赛就不错了 第一位 威斯布鲁克今天威少虽然拿到了三双 但是他目前连扣篮都能扣飞 确实太不应该了 这在本赛季已经不是一四两次了 并且威少真的不适合胡人 不知道胡人管理层修赛期是怎么想的 要知道威少目前的薪资 是本赛季公牛队德罗赞和鲍尔的总和 这两位可是在今年夏天签的合同 当时胡人完全可以 让他们此前的老队先签后换得到他们 但是他们最终错过了这两名球员 最后他们选择了豪赌威少 而威少来到胡人之后的状态 大家也都看在眼里 你说非要把锅全部摔在威少身上 确实也不合适 因为他这几年就是这么打球的 大家也都看在眼里 随着年龄渐长 威少的身体优势在逐步降低 但是他的短板越来越明显 此前是中远投射能力差 如今是连罚球和扣篮都不准了 尤其是在关键时刻 他在球场之上 最令人难以信赖的球员了 此外 威少是一个对三双非常痴迷的球员 他经常在赛后采访中 强调胡人应该跑起来 因为只有大家跟着他跑 他才能更好地打出三双数据 但是问题就是 目前胡人的阵容年龄过高 先不说能不能跟上他的步伐 即便跟上了 那么他们也很难在防守端投入更多了 这也是为什么 今年胡人防守拉胯的原因之一 威少对三双的痴迷和固执 确实伤害到了球队 这也是为什么胡人本赛季 经常打得非常胶着 导致詹梅先后遭遇伤病的原因之一 威少不差 只是现在的战力 不匹配他如今的年薪 同时他就是不适合胡人 第二位 塔克在上赛季中期 胡人为了留住塔克 放弃了猛龙队的冠军空位凯尔洛瑞 在休赛期 他们给塔克开出了一份 三年3078万美元的合同 而放弃了在防守端 非常积极的卡鲁索 而本赛季目前为止 塔克场均上场28.6分钟 只能拿到10.3分 4.2蓝板 2.6助攻的数据 他的投篮命中率 只有38.0% 三分命中率 只有22.1% 很多人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胡人那么喜欢塔克 甚至有人都怀疑 塔克是佩林卡 在外面的私生子了 反观年薪更为便宜的卡鲁索本赛季 可以拿到8.4分3.7蓝板 4.0助攻2.0强断的数据 投篮命中率44.8% 三分命中率36.4% 全方位碾压塔克 很显然 这两名球员真的无法让胡人走得更远 他们的薪资之和等于德罗赞 鲍尔卡鲁索 看看如今的公牛队 如果这三名球员在现在的胡人队 那或许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很多球迷呼吁胡人管理层 不要一错再错了 赶紧把他们交易掉吧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